LV 和 Hermes 花膠 通常女人喜歡操手袋 LV 和 Hermes 我喜歡操花膠 我兒子很喜歡用劍 這個就是盾牌 很久以前我兒子和我一起選擇 當時我兒子大約是七至八歲 他一選擇就把手插進去 就跟我說這隻是不可以吃的 是不可以買的 因為他要留來娶老婆求婚 我是Maggie 我儲了花膠有22年 這是海奴魚 鴨巴膠 這是野生白花膠 這是雞泡膠 這是海奴魚 這隻外面如果斷隻買 開價應該都要五萬多元以上 這裏其實是其中一部份 其實都沒有統計過有多少錢 但我估計 粗略估計 我們這些不賣 應該有七八十萬左右 其實小時候基本上沒有機會吃花膠 因為我單親家庭長大 我五歲就單親 第一次買花膠大了十八歲左右 是一些花膠桶 類似這些 後期做銷售 有萬多萬元 會用多些錢買花膠 大約二、三千元 或三、四千元 那時候會買大隻一點的花膠桶 或者大隻一點的花膠片 就像這些 以前做銷售 那個月出的錢 可以的話 我就會買一隻 基本上所有都留給他們 我會留給他們做假裝 全一盒全一盒都是白花膠 就留給兒子喝 有時我都會給花膠補身 我定期的花膠會拿出來曬 有時我會看 還會替他們掃塵 有些花膠產量都少 因為魚種越來越少 就像我剛才所說 野生白花膠 因為它有養殖和野生 以環保的角度 現在開始我都準備 可以用養殖的去代替 自己本身很喜歡花膠 很想在這方面發展 現在做了五年 中共我們投資者 都過百萬生意 現在都已經叫做回本 過往那幾年 只是新年這一段時間 都可以抵租金 頂到三、四個月 起碼 每天都花費四、五個小時 去更新Facebook 一開始Facebook群組 只有十個八個人 現在只有一萬五千多人 轉天氣 煮甚麼湯水會比較好 我們都會定期更新 其實我們沒有分日夜 可能有時早上七點多 客人會找我們 我們起了身 就已經要開始回復下日 花膠不要濕水 就放在碟上 很多客人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成功知道 是因為可以教到他們 幫到他們 而他們也不會令人覺得尷尬 因為我很喜歡煮食 但我不是一生出來 就懂煮食 都試過買了些東西 會問老闆 這個老闆要煮多久 有些老闆都不太願意回答 一開始做過廚房 其實就真的想做到 跟其他海味店不同 還有因為我們做這個理念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一家網上商店 可以做到這個服務 買花膠、海螺片、蜜蜂條 和美國海螺缸 教我們怎樣做 譬如做花膠和海參 是他們教我們怎樣做 經常都買到人包窮了 都四位數字 都有兩、三年了 我們都試過訂單 幫你燉花膠湯 有時候你真的很忙 省了時間可以幫你煮 有些客人在買鮑魚 我們幫他燜賣 如果他所有材料 都在我們這裡賣了 純粹我們幫他燉 我們會收回豬肉錢 還有手工大約一百元左右 出來大概有四至五碗 初初做鮮唐的時候 其實都有擔心過會虧錢 因為投資不小 也挺大壓力 買食具、做這些秋風 我們這裡投資了四十多萬 只是一個廚房 首先我不用說虧錢 第二是真的做得開心 是真的做得開心